多謝敬拜對給我們的敬拜 我們講到之前,一起低頭祈禱 是給天父我們感恩 主真是你自己的恩典是何等得大 特別是在艱難的日子裏面 除了你自己的恩典,我們說能夠靠什麽呢? 主求你幫助我們 今早藉著你自己的話語來提醒 主真是在彎曲撥茂 主你自己審判的世代裏面 我們如何依靠你自己的恩典 繼續來服侍主你自己 你自己的靈在我們當中運行教導 祈禱奉耶穌基督德聖的明求 阿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你小時候 你的兄弟姊妹或者同學被罰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怎樣呢? 你會不會拍手了好東西,活該 可能你未必會這樣做 還是你會擔心下一個是否輪到你呢? 那你如何考慮下一個是否你呢? 你就檢視一下 我有沒有做同一件事呢? 那你發覺如果你是下一個的時候 那你會怎樣做呢? 我又有個哥哥的 我很少被我爸爸罰的 因為呢 當我哥哥被人罰的時候 我馬上迴轉 及時迴轉 就能夠救我 脫離患難的 原來 如果審判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發覺 原來你是沒事的 那你會怎樣呢? 你會不會祈禱 希望你旁邊那個 不要被人罰得那麼緊要呢? 其實我講這個故事是 去反思 即是今天 神審判這個世代的時候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來回應呢? 是吧? 可能你沒事的 可能你有事 是吧? 我們知道在疫情 接著之後 經濟下行的時候 很多行業 都受到影響 我們知道 教會 是吧? 也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是吧? 移民潮 那我想跟大家來分享呢 就是以利亞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特殷姐妹都認識以利亞 是吧? 那希望呢 就會是 一系列的講道 去把以利亞十七至十九章 這三章的聖經 去講完 當我去研讀以利亞的時候 我發覺以利亞不是像我想像之中 當我讀的時候 發覺非常之震撼 所以就會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第一講就是 列王幾上十七章 會分三點來跟大家講 就是服侍不信的世代 為甚麼呢? 我們去問一個問題 以利亞是甚麼時候出現的呢? 就是神審判以色列的時候 興起他的先知 以利亞不是普通的先知 以利亞是甚麼? 整個以色列最偉大的先知 同不同意? 你不能不同意 因為猶太人覺得他最偉大 他怎樣偉大? 烈火戰車 神接他回去 整個舊友裏面 沒有一個先知 能夠跟以利亞相比 在舊友裏面 有兩個人是最重要的 就是摩西 和以利亞 摩西代表律法 以利亞代表甚麼? 代表先知 所以希望跟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 去再讀以利亞 所以神是甚麼? 神就是一個不信的世代 是一個神審判的世代 去將以利亞拆來給以色列人 第二點就是審判中的保護和恩典 原來神審判以色列人的時候 神去保護他自己的仆人 他怎樣保護? 找烏鴉供養他 記得嗎? 讓以利亞能夠經歷到神的恩典 第三點就是新藥加入 今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烏鴉供養以利亞的時候 可能沒有三年 以利亞在做甚麼呢? 躺平 沒有事要做 不是,雅各書告訴你甚麼 隱藏的服事 神收埋以利亞是甚麼呢? 討告 討告 所以用三點來看 聶王幾上十七章第一節 經文開始 提比斯人以利亞 就是從激烈的提比斯來的先知 跟阿哈說 我指著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起誓 這幾年若是沒有我的命令 天必不降露 也不下雨 我不知道你讀這幾節經文的時候 有沒有很震撼 我讀這幾節經文的時候有些震撼 那你要懂少少舊約 才知道 這幾節經文 絕對不是普通我們讀舊約的經文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從最善文的角度來說 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是讀經的方法 他說第一句說話 我們叫做characterization 就是幫人物定位 就是給讀者聽 我們應該這樣去讀這個人物 這就是以利亞第一句說話 然後我們再留意 介紹以利亞跟其他先知不一樣 他就告訴他是提比斯 通常是誰的兒子 同不同意 沒有說他爸爸是誰 那你說有很多舊約先知 沒有說 那又不是 舊約其他先知 沒有說 因為他們是小人物 以利亞是甚麼 大人物 他爸爸叫甚麼名字 為甚麼那麼重要 就是他的last name 就等於我們今天 他姓甚麼 沒有告訴你他爸爸是誰 那麼偉大的先知 竟然沒有告訴他爸爸 第二點就是 以利亞一開金口是甚麼 起誓 所以以利亞先知的描述 是反轉了整個傳統 即如果你認識舊約的先知 通常先知是介紹甚麼 耶和華的話臨到誰的兒子 是怎樣 是以利亞起誓 然後第二節先知是甚麼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 特地刻意是反轉的 好了 接著呢 除了起誓之外 第三就是 他起誓是怎樣 他誓我所侍奉 永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通常起誓是怎樣形容神 是形容神的特性 以利亞調轉的 以利亞調轉的 是我所侍奉 他在形容中是甚麼 是以利亞和神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不尋常 通常是萬君之耶和華 最震撼的是 這幾年若是沒有我的命令 你是耶和華? 通常是甚麼? 沒有耶和華的命令 所以其實一開始介紹以利亞 以利亞的權柄是等同於耶和華 這個就是我的論點 不是很學術 不過一般我們不會這樣讀 而整個教育聖經只有以利亞是這樣 要解釋一下 沒有我的命令原文是甚麼呢? 原文原文是甚麼 沒有我口中的華 我口中的華 所以我們發覺 新譯本譯了做命令 很強勁 之外 以利亞口裏的說話 就是等於神的說話 為甚麼? 這個不是耶和華的華臨到以利亞 是以利亞自己說 是他起勢來說 和合本怎樣翻譯? 很高 兩個極端 怕死我們覺得以利亞的權柄太高 沒有以利亞的討告 是吧? 我覺得他為甚麼和合本用討告呢? 因為看了新約 雅各說話給我們聽甚麼? 以利亞討告三年 六個月不下雨 是吧? 不應該這樣翻譯的 應該更換原文 所以 沒有我的話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要明白起勢 我們很多時候不明白 舊約為甚麼要起勢 起勢的神學是甚麼? 起勢其實是自我奏助 所以大部分 這個是神學來的 雖然他未必有說這句 但起勢裡面最重要的一句是甚麼? 願耶和華重重的降伐於我 記不記得? 為甚麼會說 用耶和華重重的降伐於我 就是說 他起勢的說話是必定執行 必定成就 但這裡以利亞起勢 不是他有能力執行過 是甚麼? 耶和華去執行 所以當我們去明白的時候 很震撼 在神學上 起勢有四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就是 如果有人犯罪 得罪了你 你想知道 在舊約裏 哪個壞人做了這件事 那你就怎樣? 起勢 哪個拿了我的錢 那件事我會說 重重降伐於他 然後偷錢的人就說 不好意思,是我 例子是甚麼? 試試忌 記不記得嗎? 偷了媽媽的錢 記不記得嗎? 接著又怎樣呢? 起勢 然後兒子馬上認罪 第二個例子就是 你懷疑那個人做了惡事的時候 你要逼他起勢 例子在哪裏? 文素記第五章 懷疑那個女人出軌 那個老公 那又怎樣? 要他起勢 如果他沒有做到那又怎樣? 神賜福給他生養眾多 如果他做了又怎樣? 長村土難 那時候 第二個目的 第三個目的就是 用起勢來去impose 強加於一個行動 那人如果起勢之後 他就一定會做那件事 或者起勢 是要強加於別人做的事情 例子是甚麼? 蘇羅 不讓士兵吃血 不是吃 不是吃血 吃肉 知道嗎? 禁食的 要曬所有人起勢 那你就強硬屈別人 是吧? 那通常都是屈自己多的 所以第四個目的就是 要人相信你說的話 見到新約?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再說就是屬於難惡者 那時候不是用起勢 來讓人相信你的說話 那我們明白了 起勢的時候 給我一個例子的經文 所羅門就用這個方法 《獵王紀相》二章二十四節 所羅門說 我照著永活的耶和華 然後就怎樣? 起勢的時候還有一個特色 他形容那個神 就是按起勢的處境來描述 這句就是我找到這麼多 舊約誓言裡面 最詳盡描述耶和華 所以不會說 我所侍奉的耶和華 永遠是聚焦在 神是一個什麼的神 他說什麼? 就是那個建立他的 就是那個令到他坐在他父親大衛的王位上 又是那個照神的應許 為所羅門建立加塞的 才講起勢 嘩!最詳盡 然後就怎樣? 今天阿多利亞必死 就怎樣? 用起勢來說 我一定殺 他一定要殺阿多利亞 那時候 好了 我所侍奉 我去研究聖經 整個聖經裡面 有幾多人 起勢的時候 是指著我所侍奉 我所侍奉的原文 是什麼意思? 我暫立在他面前 能夠站在神面前 其實是說什麼? 就是強調以利亞先知的身份 假先知 假先知是不能夠暫立在耶和華面前 所以 以利亞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 以利亞就說 我就是向那個 我站在他面前的 我站在他面前的 我站在他面前 即是侍奉的耶和華 來到起勢 整個聖經 出現了四次 我所侍奉的耶和華 兩次是出於以利亞的口 有沒有人猜猜 那兩次是出於誰的口 那是他的徒弟 以利沙 所以我們來到去看這些經文 所以以利亞就要很肯定相信 他是耶和華才知道 所以十八章十五節 以利亞說 我指著我所服侍的 其實原文是一樣 我所侍奉的 永活的萬軍耶和華起勢 我今天必在阿哈面前出現 為何他要起勢 他就是上下問 是甚麼 我們遲些會看的 這段經文 俄巴底藏了一百個先知 你記不記得 然後呢 以利亞要降雨的時候 以利亞看到俄巴底 他說 我今天要見阿哈 然後俄巴底 我去告訴阿哈 你撩了他 阿哈就殺了我 以利亞說 我指著我侍奉的 起勢 今日必在阿哈面前出現 同樣 以利亞為何要站在阿哈面前起勢 讓阿哈相信以利亞的說話 以利亞作為一個先知 阿哈沒有必然相信以利亞 當以利亞起勢的時候 阿哈必定相信以利亞講的說話 好了 以利亞講的說話 是他講還是神講的呢 十八章一節 十八章一節是甚麼 他說過了許久 到第三年耶和華 華臨到以利亞說 你去在阿哈面前出現 哦 原來以利亞講的說話 正正是神和以利亞講的 但是這裡 沒有告訴你 降雨是神和以利亞講的 所以我的讀法是甚麼呢 是以利亞自己決定 是神要不下雨 來去審判以色列人 然後再看看以利亞 以利亞和以利亞 一人兩次所侍奉 以利亞在獵王旗下 第五章是甚麼 奶曼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奶曼要送禮給 送禮給以利沙 以利沙要不要 不要 他是官來的 以利沙為甚麼 起勢就是打法奶曼 他可能客氣而已 你不是不要的 你想要 硬硬他要 起誓不要 馬上相信 他不要 他說甚麼 我指著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我起誓 我決不收取任何禮物 再三促請他接受 都被他拒絕 最後一段經文 以利亞 以利沙就是三章十四節 為甚麼要看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就是用來定位 以利沙其實是跟以利亞一樣 是甚麼 是他決定 即是他有主導性的 這段經文他又指著 這叫上下文是甚麼 上下文就是以色列王要加上約沙法 南北國皇帝加上 要去打摩押 然後他說 我指著我所侍奉永活的萬軍耶和華起誓 以利沙說 若不是看約沙法的情面 北國皇帝是邪惡的 你是阿蝦的兒子 然後我根本就不會理你 然後也不看你 你就是以色列王的情面 十五節 他說現在 他肯不肯去嗎 肯不肯去 肯不肯去說語言 肯 他給我找一個琴師來 他說這是甚麼 以利沙主導決定 要不要說語言 那語言是神的話語給他 看到嗎 所以這裏非常重要 他說你找一個琴師來 為甚麼要找一個琴師來 當琴師彈琴的時候 耶和華的能力就臨到他身上 以利亞和以利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是他主導來講神的說話 接著以利沙說 耶和華這樣說 神的話語才臨到以利沙 所以 我為甚麼要講這麼多呢 論點就是 其實是以利亞自己決定 沒有預落 而不是耶和華 吩咐以利亞 好了 未講下去之前 要解釋甚麼叫落語 原來在希伯來文有兩個語字 一個叫密他 一個叫Gashem 密他和Gashem很重要的分別 一個密他是神學的語 有分神學的語 當然有分神學的語 在生命記裏面 所有的語都是密他 那是甚麼意思 生命記裏面說的語是甚麼語 春雨秋雨 記不記得 雨 當是神公認 預備恩典的時候 這個語就會用密他這個字 其餘時間就會用甚麼 Gashem 就是平時下雨 聶王紀呢 密他出現了兩次 就是十七章一節 和十八章一節 絕不是巧合 十七章一節 以利亞說甚麼 沒有預落 十八章一節 說甚麼 神要甚麼 降雨 原來從神學的角度 雨是甚麼 雨是神公認 當以色列人信服 討神喜悦的時候 神就降雨 當以色列人 撥益犯罪的時候 神就怎樣 就不降雨 這個就是神學的讀法 那即是母語是甚麼 母語就是審判 那以利亞說 不降雨 就是他知道 神是要審判以色列人 而以利亞就是宣告 神審判那個先知 生命的反思是甚麼 原來舊約裡面 有沒有恩典降雨 就是反映到以色列人的熟靈光景 我不知道今天 香港社會面對的問題 難處有沒有反映到教會 那個熟靈光景 我們今天 在一個甚麼的熟靈光景下 不過這裡還有一個難解的地方 他說沒有我的命令 沒有我的說話 天必不降雨 也不下雨 我又讀不明白 是否應該不下雨 也不降雨呢 為何路水是走在雨水之前 那我就再問一個問題 究竟沒有雨落大件事 還是沒有路水大件事呢 我們一般認為是甚麼 沒有雨 我做研究的時候 發覺不是 沒有露水 我解釋雨水和露水的分別 雨水是甚麼 雨水如果 既然是悍災 間不中有沒有悍災 是有 是吧 為甚麼要三年 一年悍災 在自然環境裡 都有機會悍災 一年悍災很小事 沒有人會覺得有甚麼事 兩年悍災就比較嚴重 那時候 可能是神的審判 三年 不用想 一定是神的審判 知道我說甚麼嗎 那時候 沒有巧合 不是那麼適合天氣 而是神的審判 好了 露水是甚麼呢 露水就不同了 我找到一節經文 我找到一節講露水 詩篇133篇 他說甚麼 前面是弟兄和睦 是吧 接著他說 好比黑門的金路 降在石安的縱山上 接著原來露水 在舊約的神學意義是甚麼 那裡有耶和華命定的福 這樣就很有意義了 神先不降露 不降露是甚麼 神將原本給以色列人的福氣 拿走 接著才到甚麼 審判 沒有雨 這就是第一個解讀 第二個解讀就是 原來露水是甚麼 沒有人去過以色列嗎 有去過以色列嗎 有沒有去過沙漠 即南面那裡 即未來埃及那一段 嘩熱到不得了 是吧 植物生長到 當然有科技 我乘車經過的時候 看到他鋪了那些東西 遮住植物 接著他有灌溉 但你遮住植物 是否能夠令到植物生長呢 原來秘密是甚麼 秘密就是露水 露水是沒有分季節的 沒有 露水是沒有分季節 原來在熱帶地方 植物能夠生長是因為甚麼 露水 露水能夠幫泥土降溫 亦都是令那些厚肉的植物 能夠可以吸收了那些水分 令到它能夠生長到 那知道露水重要還是雨水重要嗎 露水重要 所以為甚麼呢 是不降露才不降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以利亞這個審判 我們回到我們的應用就是 今天我們經歷了甚麼 我們經歷了COVID 接著現在經濟下行 是否神的審判呢 神先拿走了祝福 接著再審判 經濟下行有很多行業是受到影響的 可能你的行業未受到影響 但我們從神學的角度 我們怎樣去理解呢 或者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去回應呢 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得到呢 就是在審判的時間呢 神我們怎樣回應 我記得有個教會呢 我學生的教會 在COVID的時候 做街頭報道 每個人都躲起來 戴口罩的時候呢 你猜多人信主還是少人信主呢 多人信主 原來呢 比你平時做報道的時候 環繞多人信主 給我們生命的反思 在艱難的日子 我們怎樣回應呢 好了 第二節 第二點 審判裏面的保護和恩典 耶和華的華臨到以利亞 掉轉了 起誓 耶和華的華臨到以利亞 神說甚麼 離開這裏 向東方去 躲藏在若旦河東面的基立溪旁 原文有三個動詞 跟翻譯有少少分別 離開是去 哇 神派他才知道是去 剛剛才 然後讀到最後的時候很奇怪 去然後怎樣 第二個去原文是甚麼 轉向turn 你去然後轉向 第三個是甚麼 隱藏 我讀到隱藏不明白 神差派他才知道去哪裏 去為耶和華船 說他的話語 這裏是叫他甚麼 去隱藏即是甚麼意思 躺平 躲起來 先知隱藏 能夠為神做甚麼 知不知道我說甚麼 生命的反思 在這裏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 就 哇 神是 那我就問 神為甚麼要以利亞隱藏 再第二個問題 如果神不叫以利亞隱藏 你猜以利亞會不會隱藏 肯定不會 以利亞的性格 他可以去到阿哈面前 指著他的鼻來鬧 他肯定會去到耶洗別面前 指著耶洗別的鼻來鬧 不過神叫他隱藏 為甚麼隱藏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在罕災飢荒的時候 第一線生存不到的人 是甚麼 孤兒寡婦 知不知道我說甚麼 他沒有固定職位 他沒有固定收入 所以怎樣 神就用烏鴉來供應他 知道嗎 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原因 後面告訴你 是甚麼 饑荒的時候 就是耶洗別殺害耶和華先知的時候 如果以利亞不躲起來的話 以利亞就是耶洗別的頭號敵人 為甚麼 因為她說沒有娛樂 神就這樣來保護以利亞 所以你看到 原來當以利亞是忠心於神的時候 神是會保護她的 以利亞去到阿哈面前 都是在某一程度上 是冒她生命危險的 是吧 阿哈可以殺了她 是吧 那究竟阿哈有多壞呢 有人知道阿哈有多壞呢 阿哈是列王紀呢 列王紀是我博士論文來的 列王紀裏面有兩個指標 一個就是好皇帝的指標 一個就是衰皇帝的指標 好皇帝的指標是誰呢 大衛 大衛就是好皇帝的指標 是吧 他負不及他的列祖大衛所行 衰皇帝的指標是誰呢 阿哈 那你知道阿哈有多壞 OK 所以神在審判的時候呢 是保護他 好了 第四節這裡說 神怎樣保護以利亞呢 他說你要喝那溪裡的水 在艱難日子最重要生命 是甚麼 水 神就告訴你 那我沒有研究那些 即是以色列有很多溪 那可能那條是最後竿那條 我不知道 神就帶了以利亞去溪水旁 然後他說 我已經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 這個故事是兩部份的 第一部份是用烏鴉供養 第二部份是用甚麼 撒勒法的寡父 記得嗎 你覺得如果你是以利亞 你寧願給烏鴉供養 還是寧願人去供養你呢 烏鴉好些 如果讓我選 烏鴉可能可靠些 我不用看他的臉色 他又不會心情不好 我又吃少一頓 對不對 烏鴉供應 烏鴉不懂得聽希伯來話的 神吩咐烏鴉 有些少有趣 神吩咐甚麼 神掌控 神掌管了大自然地上的酒壽 然後第五節 於是以利亞去了 甚麼意思 No question ask 神呀行不行 烏鴉夠不夠吃 會不會餓親 沒有 然後他招著耶和華的話 行了 這是以利亞信服神 他就去住在約旦河東面的基立溪旁 第六節是怎樣 烏鴉早晨給他送餅和肉 晚上也送餅和肉 然後他也喝那溪淚的水 我們怎樣去看 烏鴉供應是甚麼 是神职 神操控了烏鴉來給神职 問大家的問題 古代 你以利亞吃多少餐 我們就吃三餐 古代吃多少餐 一餐 一餐 吃一餐 特別是窮人 沒有兩餐吃的 突然間吃兩餐 即是比平時好 然後吃甚麼菜 餅和肉 餅和肉 有牛肉 有脂肪 有脂肪 這叫做平衡營 烏鴉 潔淨還是不潔淨 有沒有人懂得回答 不潔淨 如果以利亞是神 萬萬不能 怎可以用不潔淨的烏鴉來供養我 後面的撒拉法 撒拉法是外邦人還是以色列人 外邦人 神很幽默 所以所有事情都反轉了 神用烏鴉供應以利亞 烏鴉還有一個特性 烏鴉我們英文叫Omnivores Omnivores是甚麼 甚麼都吃的 這叫做Balanced Diet 如果不是 只吃草 或者只吃肉 他甚麼都吃的 所以以利亞甚麼都可以吃 還有一個特性 他是很喜歡儲存食物 所以神用烏鴉供應以利亞 不是偶然的 他就把食物收藏 收藏了之後 就是這樣來供應以利亞 但我們要處理這個不潔淨的問題 以利亞吃了烏鴉供應她的食物 會不會令到以利亞不潔淨 知道我在說甚麼嗎 或者還未問這個問題 最後烏鴉給她的食物 潔淨還是不潔淨 有沒有人懂得答嗎 潔淨 剛才有個帝兄問我 為甚麼潔淨呢 《究約不潔淨條例》 你還未記11至15章 其實是甚麼 就是那些流程 是有幾個系列的 才會傳遞的 知道嗎 會好像傳染一樣 其他那些是不應用的 烏鴉不潔淨 是不可以吃烏鴉的原因 就不是等於烏鴉供養的食物 是不潔淨 神為甚麼用烏鴉供應而來 為甚麼不用鵪鴉 如果用鵪鴉的話 饑荒的時候會發生甚麼事 沒有了鵪鴉 神真是高招 烏鴉 沒有人吃烏鴉的 鵪鴉都仍然有供應 這些叫甚麼 雙重的恩典 雙重的 神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來供應以利亞 所以看到 在艱難的日子裡 神的供應 第三點 隱藏的服侍 就是祈禱 前面我們說 耶和華的話 臨到以利亞 叫以利亞隱藏 以利亞隱藏 以利亞隱藏不是沒有事做的 這是甚麼 我便要加入新約的經文 今時你想想 真的不是天光等天黑 天黑等天光 你幾立溪旁是甚麼做的 沒有事做的 是否躺平 不是 所以我們去問一個好的先知 當神叫他隱藏的時候 或者這個先知的積分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隱藏的服侍 我們去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疫情的時候 每個人都困住了 你家裏做甚麼 看YouTube嗎 知不知道說甚麼 其實你甚麼都不可以做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做甚麼 討告 有幾個人是你 更加肯切祈禱的 在疫情的時候 有小部分感恩 其實我們在疫情的時候 就真的要含切祈禱 但你問得那麼少 我們大部分就是躺平 等於我們今天的躺平 那時候你困住了 就甚麼都沒有做 如果我們看雅各書經文 我們讀不通的 我讀的時候很難 接著他說甚麼 他祈禱不下雨 先知是做甚麼 先知有兩個職責 第一個職責就是代替耶和華說話 第二個職責是甚麼 代求 以你為甚麼代求 怎樣代求 記不記得阿摩斯書 阿摩斯書說甚麼 求主赦免 因為雅各微小 他不能夠站立得住 那應該求神 求神 赦免求神 不要審判以色列人 怎麼搞的 以利亞剛剛相反 祈禱不下雨 是否很震撼 那是否違反了 在舊約裏面 一個先知神 給他的職責 是否 所以這裏 就是為甚麼 我的讀法 就是以利亞 是他自己自主地 說要 沒有雨 神學角度 為甚麼要沒有雨 因為以色列人認為 拜偶像 拜巴力 巴力是甚麼神 雨水的神 今時 以色列人 將神供應他們的春雨秋雨 當作是甚麼 當作是巴力 所以 以利亞要祈禱 沒有雨落 不是要神更加重審判以色列人 是要以色列人 藉着罕灾 來知道 巴力是不會給到雨水他們的 真正供應雨水的是耶和華 所以以利亞在這裏 是甚麼 是行徹來求神 不降雨 而她起誓 起誓是誰要履行責任 以利亞 所以她要在神面前祈禱 讓神back up以利亞說的話 所以她才祈禱 好了 我們來看雅各書 非常重要 雅各書前面說 如果你病了時 找長老為你祈禱 沒有沒有 記不記得 接著這裏說 你們應當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即是說 在艱難的日子裡 我們第一個反思 就是 神審判的時候 記不記得 我說有沒有你份 在佛旁邊的 下一個輪到你了 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這樣你們就可以傳遇 接著她說 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 我們經常都拿出這次經文出來 來解讀 所以為何你要去找牧師祈禱呢 牧師就是二人 所以智善 沒有空 二人所發出 那我們就不是二人 究竟這個二人是誰 我們問 誰的討告是最有力量的 雅各書的作者 我讀到這裏的時候很震撼 你不知道 我讀《舊約》 《舊約》裏面 考大家 整個《舊約》聖經裏面 找一個最有能力討告的人 排隊都未輪到二來 同不同意 雅各書的作者 跟我們的認知完全不一樣 竟然在整個《舊約》裏面 當他講到祈禱的時候 他引用了以利亞 以利亞就是他講的二人 而他的討告是大有功效的 是否跟我們對《舊約》聖經的認知 是否相差了十條界 看到嗎 這句話 如果我們覺得 雅各的《舊約》《舊約》經文是對的 那雅各怎麼解讀 他說什麼 以利亞 他還沒說之前 以利亞是跟我們聖情相同的 與我們聖情相同的人 我們個個都是以利亞 個個都不用死 不是 是 是上下文是說什麼 祈禱 以利亞能夠經歷到神普告的力量 你和我都一樣 能夠經歷到這個力量 這就是雅各書的作者 告訴我們 然後 他用了兩個描述 描述以利亞的祈禱 然後他說什麼 狠切祈求不下雨 哇 很震撼 他不是這樣祈禱不下雨 狠切祈求原文是嗎 He pray a prayer 祈禱一個討告 不下雨 然後 地就三年六個月不下雨 那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沒有雨下 是不是因為耶和華 他臨到 以利亞 不是 是因為什麼 以利亞祈禱 是因為什麼 以利亞 所以為什麼 吳樂雨是以利亞自主的 雅各書告訴我們 全因為以利亞 沒有雨落是什麼 因為以利亞祈禱沒有雨落 有雨落是因為什麼 因為以利亞祈禱有雨落 所以這不是我作出來的 是雅各書告訴我們 所以為什麼 以利亞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指著 他所事奉暫立的耶和華 來祈禱 然後他說 他又祈禱 天就下雨 地就生出 土產來 怎樣去讀這兩段經文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我讀完整個十七至十九章 以利亞的故事 祈禱有沒有出現過 沒有 沒有出現過祈禱 接著 有沒有記載以利亞的祈禱 有 求死 咦 哇 不是吧 所以為什麼 慢慢去讀這三章聖經 一系列的講道 你要去深層認識 以利亞 很震撼的 很震撼 怎樣 認識以利亞的祈禱 所以 那個理據就是 因為以利亞在神面前起誓 所以他要祈禱求神 幫助他 好了 我們認識以利亞 就是加蜜山 知道我說什麼嗎 雅各書 不是說加蜜山最偉大 那就是說 二人的祈禱 那就是整個舊約裡面 我叫以利亞做什麼 整個舊約頂尖的祈禱勇士 在舊約裡面 就是找到一個以利亞 好了 聖經裡面 在十七至十九章 沒有說到以利亞怎樣祈禱 不過 沒有說到以利亞怎樣求雨 記住躺平 我們剛才 基立溪旁 沒有說到以利亞做什麼 我們是靠新約聖經 才知道以利亞做什麼 不過下雨的時候 就不是了 下雨的時候 聖經就告訴你 以利亞怎樣祈禱 所以這裡 我們是怎樣 我就引了聶王幾上十八章四十一節 很重要的經文 以利亞對阿哈說 那這裡上下文是嗎 就是神已經降火燒了祭物 然後之後 就會降雨 那時候怎樣 就跟阿哈說 你去吃喝 為什麼叫阿哈去吃喝 假蝦這麼醜 派對 為什麼派對 因為神的恩典臨在 審判已經結束了 之後就怎樣 因為已經有大雨的響聲 有雨沒有 沒有 響聲而已 然後她說什麼 阿哈就上去吃喝 那以利亞做什麼 躺平 不是 以利亞上了加蜜山頂 山頂是祈禱親近神的地方 以利亞在加蜜山 如果按上下文研究 他們大箭巴力 不在山頂 山腰 不會去到那麼高 以利亞自己走 然後我叫那個仆人看魂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她去到山頂的時候 她做什麼 屈室在地 把臉放在梁室之間 那她是怎樣祈禱 跪在那裡 兩個膝蓋在那裡 夾著頭 你快點回家試試 這樣祈禱 雅各告訴她 這個就是她的祈禱 如果她祈禱求羽 是這樣祈禱 那她怎樣祈禱求羽 知道我說什麼 狠切祈禱 這個不是狠切祈禱 這個還不是狠切祈禱 這個還不是狠切祈禱 那以利亞在基納溪旁 那個祈禱的生命 是很震撼的 我相信聖經的作者 是刻意不告訴我們 那時候 我們的反思應用就是 你的祈禱生活是怎樣的 特別是在艱難神審判的日子的時候 你為什麼祈禱 你怎樣祈禱 你怎樣祈禱化 隱藏的事況 我們祈禱的時候 是沒有人看到的 在密室裡面的服侍來的 最後結束的時候 跟大家來分享 我一個小的祈禱功課 我在達利斯的時候 神學生的時候 有個退休牧者 他提早退休 他說神給他一個 照命 就是以討告 來為事 他沒有經濟需要 他每天就是祈禱 他不單止祈禱 他修徒 他修徒 但是講道講得很沒用 要什麼 祈禱 修我做徒 嘩 發達 嘩 接著大劑 他是用小時來去計算的 我最初的時候 一小時 說五分鐘 由蒼西基講完 啟事錄 已經講完了 讚美神的說話 五分鐘講完 代求 五分鐘就講完 沒什麼講 原來是一個操練 要學習 因為我們太過狹窄了 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為這些事情祈禱 但是當如我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的話 我們五分鐘就沒什麼祈禱了 知道我說什麼 你為了教會的需要 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 為了國際社會的需要 那我們有什麼可以祈禱 台海需不需要祈禱 知道我說什麼 經濟下行需不需要祈禱 移民朝需要不需要祈禱 今天教會面對的問題需要不需要祈禱 知道我說什麼 接著俄烏戰爭需要不需要祈禱 以色列真主黨需要不需要祈禱 哈馬斯需要不需要祈禱 所以弟兄姊妹 其實就是當神審判的時候 我們真的回到神面前 在膝頭下功夫 這就是以利亞十七章一到七節教我們的功夫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慈悲的天父我們感恩 主你值著以利亞的經文 你要提醒我們 主真是我們在討告上面有虧欠的 求主你赦免我們 用我們真是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主真是把我們的心懷擴闊 來為我們香港 我們自己個人 我們的家 我們的教會 國際社會 各樣的需要 將這些需要帶到主你自己面前 求主你幫助我們 再一次用討告去挑旺 挑旺我們的心靈 挑旺教會 復興 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求 阿門